想发财想疯了 在台中这位老兄居然拿着美工刀剪贴变造的假发票 跑到邮局说他中了千万元要对领 可是这张假发票前前后后插了五个号码 再加上是用美工刀拼贴的手法实在太粗糙 当场被试破 男子走进邮局里想兑换统一发票 这张中了一千万特奖 但他脸上没有兴奋表情 反倒有点紧张 因为这可是张假发票 邮局人员仔细核对中奖号码没错 但这张剪贴的发票 变造方法也太粗糙 邮局人员不动声色 开始拖延战术 那个字体有点像是另外在加工上去的 它是在剪贴上去 那当然他还有用笔稍微再 对稍微再加强一下 原来这名男子一月份刚失业 妈妈在卖菜 家境服饰很富裕 没钱过年才会异想天开 自己加工特奖发票 改的后面五个号码还拿到邮局兑换 拿其他的发票 把那些数字把它捡起来 总共贴了五个数字 那他要去月第一特奖一千万 中了一千万特奖 男子出奇淡定 但用了插了整整五个号码的假发票 想诈领一千万奖金 说法太过粗糙 才刚进了邮局 一眼就被试破 正是连兵临街问李滋贤 台中报道 我认为赛 还不见了 我认为赛